欢迎收听活话英文几乎每周一句 大家好,我是英文教练Abby 每周我会从生命的任意角落 选出一句英文来与大家分享 跟着我,每周收听 相信你会慢慢开始把英文带入自己的生活中 各位刚才应该有注意到 我们的节目名称有一点改变了 变得比较长一点 加进了几乎这两个字 那当然这么做有一点点自嘲的意思 你们应该有发现我上礼拜漏了一集 如果继续称这个节目为每周一句 恐怕会变得有点讽刺 而我一向都非常的重视诚实 还有事实的真相 因此我觉得把名称改作几乎每周一句 会比较贴切一点 我知道接下来的这一年 我会非常非常的忙碌 而人生总是有一些突发状况 所以我就决定要这样的更新节目名称 不过正式的写出来它会有一点长 特别是有那个夸号 用中文打的话会有很多空格 所以目前来讲 我并没有把这个改变反映在 你可能会搜寻podcast的时候看到的地方 当然我的希望依旧是可以每周与大家分享一句英文 我会尽力而为 但同时我觉得加入了几乎会让我觉得比较宽裕一点 我希望在特别忙碌的时候 我不会把这个podcast感觉像是压力的一个来源 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project 我希望我可以一直维持对它的热情 那这对节目的长久也是一件好事 那么今天我就要借着刚才我所介绍的这个名称更新 来跟大家分享这礼拜的金句 让我们对自己宽容一点 不要那么严苛 如果你查字典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 这个组合可以是to cut或者是to give cut跟give都是可以在这个情况里使用的动词 接下来你要放一个寿词 最后才是some slack to give someone some slack to cut someone some slack 整体而言 意思就是要给这个人多一点的谅解 给他多一点的空间 不要那么的严格 再给他一个机会 或者是多一些缓冲的时间跟空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比较口语化的用语 我们除了对于自己 可以宽容一点 也可以请他人对我们宽容一点 举例来说 我就可以请你们对我宽容一点 I know I didn't release a podcast episode last week Please cut me some slack 我知道我上礼拜没有准时发布我的podcast 请大家见谅 那我们再换一个场景 与时事接轨一下 我昨天看到YouTube上面有高嘉瑜被很多人破口大骂的一个场景 在这种时候如果你觉得他很可怜的话 你就可以说 Oh I wish the people would cut her some slack Oh I wish they would cut her some slack 我真希望他们可以对他宽容一点 不要这么的严苛 是不是很好用呢 那这个slack到底是什么呢 显然在句子里面它是一个名词 但我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切入点其实是形容词 所以就先让我们想一下它的形容词 这个字的意思 如果绳子有点松松的没有拉得很紧 我们就可以说the rope is slack 还记得之前我有教过大家一个实用的句子 就是walk a tight rope 那那个时候我有说tight rope就是很紧的绳子或者是钢锁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回去复习那一个英文经句 并且在这里呢又可以做一个连接 刚好a slack rope就是tight rope的相反 转成名词的slack依旧保留这一个没有拉紧 没有紧绷的概念 the slack of a rope就是绳子里没有拉紧的那一段 但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会觉得比较有用的 是将这个概念再延伸一下 通常指的是任何的资源没有被使用的部分 那是什么样子的资源呢 比如说时间好了 remember to leave some slack in your schedule 在你一天的行程里 如果你把它整个都排得非常的满 那就没有多余的部分 可以让你缓冲 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 可能你整个schedule 你整个行程就会毁了 所以如果在你的这个行程里面 你有安排一些缓冲的时间 那这个缓冲的时间呢就是slack 希望大家现在已经充分的了解 to cut someone some slack 是什么意思 我想当我们在规划新的一年 要如何努力的同时 我们也要想到这一个重要的问题 How will we cut ourselves some slack this year? 要怎么样给自己一些缓冲的余地 才不会在起跑不久之后 我们就觉得筋疲力尽 欢迎你们追踪我的社群媒体 并与我分享你们新的一年 要如何为自己留下多一点的缓冲 How will you cut yourself some slack this year? 期待下一次回到这个节目 再分享另一句 值得思考与学习的英文 我是英文教练Abby 让我们一起活化英文吧